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 创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积极为少数族裔发声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接下来请看 我见我闻我思 总统先生这种下场值得吗 终于川普的一群暴徒 周三发动向国会大厦吃攻击 造成五人死亡之悲剧 虽然总统稍后也发表了 谴责暴行之声明 这场悲剧不就是他教唆和希望的场景吗 这是多么令人讽刺和可笑的事情 事发之后 在巴黎法国总统马克宏 站在美国心雕气前 以英语说 我们相信我们民主制度之力量 德国总理梅克尔感到愤怒和悲伤 他把袭击国会大厦事件 毫不含糊地归咎于川普 此事件充分说明 西方世界对美国民主脆弱的担忧 虽然在事发后的五小时 参众两院继续完成了 拜登总统选举人票之确定工作 但是国会山庄上演过的 耸动画面已触动了 美国及西方社会的痛处 川普在任期后四年 他以一个商人及局外人之身份 指导世界政治中心的华盛顿 他以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非传统之手段 来向世界挑战 他不断对民主法治公平选举进行挑战 即便是在总统大选之前 他就料话说 可能不承认大选之结果 如果他输了的话 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此话出自于美国总统之口 果真让他严重 大选过后 他就立即告诉支持者 这是一次我们被骗的大选 从社区媒体及群众大会 不断指称 这是一场舞弊之大选 虽然他史无前例地拒绝接受败选 最令人不耻的是 近三分之二的众议员 及数位参议员也加入了行列 今天在众议院将加紧对川普制弹劾案 也同时希望副总统彭斯 动用宪法第25临时条款 把川普拉下台 但是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 攻击国会大厦之后 可以想象川普即便走出白宫 他也不可能罢休 尤其是死终支持他的川粉 据说还要在元月17日卷土重来 政治观察家们怀疑 当天在国会驻守的警卫有放水之一 为何万人之警卫如此不堪一击 全国社区媒体已经把川普下架 禁止他在发表煽动言论 危害国家之安全 我们要问川普总统 您的行为值得吗